模拟精色 因果祭祀级 鼠灵干扰与超度系列 最有效的超度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梦到往生的亲人有什么含义 为何往生的亲人会入梦呢 我在某一年梦见素未谋面的外公 她已经往生多年了 那个梦境很真实 就算醒来了 经过这么多年 我还是记忆犹新 对梦中的场景 细节记得清清楚楚 在梦里 外公穿着一套黑色西装 戴着一副墨镜 她面容瘦削 脸色惨白且不能说话 一看就知道过得不好 我们在一个房间里 靠着白墙上浮出来的字沟通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外公 一开始并不相信她 要她证明给我看 她在墙上视线阿姨小时候的样子 就像电影的回放投影一样 我看见了阿姨小时候聪明机灵的样子 我又请她视线其他阿姨和妈妈小时候的样子 墙壁上也一一投影出来 这时我相信她是我外公 我想到曾看过阿伯的话 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梦到往生的亲人 有99%的几率使对方在地府受刑 因此跟杨氏的亲人求救 我相信外公一定是来求救的 为了帮助她 就赶紧请示经社佛菩萨 佛菩萨慈悲开示 外公正在明府第四殿受刑 要超度至佛化家庭 要金刚经 要诗经 地藏经 各850部 同时我也请示 与外公是否有相欠 佛菩萨开示 并无相欠 从小偶尔会听到家中长辈 诉说梦到外公来求救 大多是很凄惨的状态 家人们就会替外公写牌位 请法师超度 花了很多钱 结果最后外公依然在地府受刑 我将外公求超度的梦境 以及超度至佛化家庭所需的经文 告诉外婆 若全部的经文都有我念 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样外公会等太久 令我的学业尚未完成 还有提升新性的经文要念 已经是蜡烛两头烧了 若再加上超度外公的经文 真的符合不了 希望外婆能协助 外婆和我确认梦境中外公的特征 状态之后 就在社群媒体开了超度外公的群组 由外婆主导 分配 家庭成员利用空闲十念经 希望能早日超度外公 让他脱离地狱刑法 投胎到佛化家庭 经过大家的努力 隔年圆月份就回向圆满了 回向圆满的当天 外婆就梦见外公穿着紫色的新衣服 在床上滚来滚去 外婆跟我说 以前梦到外公都是穿白布内衣和短裤 这一次却穿新衣服 我再度请示佛菩萨 开始外公已经收到家族 合力念诵的超度经文 外公很高兴 所以特别来外婆的梦中实现 现在就等地府安排外公 投胎至佛化家庭 从此以后 家族内所有人 再也没有梦见外公了 绕了这么一大圈 多年来 不知花了多少钱 办了多少场法会 请了多少位法师来超度 结果都没有将外公超度圆满 还是在地府受刑多年 牟尼经社提倡的因果债功德还 真的很有效果 只要念诵佛菩萨开始的经文 回向圆满后 就能将亲人超度至佛化家庭 让他们从小 就能亲近佛法 有学佛修行的善缘 真的是 有佛法就有办法 感恩佛菩萨 感恩 牟尼经社 就是这么有福 就是这么有福 有人身 三恶到是地狱 套在您的身上 套在众生的身上 就知道答案了 净空法师说 阿修罗怎么来的 修大福报 真修 但是德性不好 习气很重 好胜 傲慢 嫉妒的习气很重 样样都要争第一 烧香也要烧头一炷香 第二炷 他就不干了 他就不痛快 阿修罗 爱不失 所有他有大福报 但是烦恼众 喜欢跟别人竞争 斗争 想天福的时候 他好胜 傲慢的习气 还是不断 在天上也常常搞斗争 常常跟天地打仗 搞得刀立天竺 也身心不安 他在闹事 但是诸位要知道 阿修罗的福报 享尽后都很苦 为什么 他造业造得多 一般人没有那么大的福报 造业造得少 想造重业 都没办法造 你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你杀人 要偿命 他是个国王 杀多少人 也不要偿命 因为他福报大 所以福报大 修福容易 造业也容易 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 我们要明白 投生在阿修罗道的众生 称心重 好大喜功 热衷于征战 打斗 他们光是斗争 就忙不完了 还有时间 心力 想到要修行吗 待福报想尽 就堕入恶道去了 错过了可修行的时机 堕入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 想修行 也来不及了 地狱道的众生 因生前所造的恶业 招感堕入地狱的果报 人 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负起责任 在地狱受刑罚 就是在承担自己所造的一切恶果 地狱道的众生 在地狱中因缘受报 玉利宝钞 提到的地狱刑罚 例如上刀山 下火海 炸油锅 抱铜柱 挖眼穿心 拔舌剥皮 等等 依据众生所造恶业 而受到不同的刑罚 这些地狱刑罚 虽是为了矫正 教化人心 而设立的 但光是用想的 就令人头皮发麻 胆战心惊 更何况是亲身经历呢 届时 连痛都来不及喊了 怎会想到学佛修行 因此 堕入地狱苦无边 不得见闻佛法 恶鬼道的众生 一生前贪心肿 死后堕入恶鬼道 整日被饥渴所逼 到处奔波 寻找饮食 但吃下去 却都化为火焰 怎么吃都吃不到 真的很苦 这是业力所变现的业火 是贪毒 由此可知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种下贪心的因 就会招感堕入恶鬼道的果报 在这里 每天被饥渴所苦 也遇不到佛法 当然 就没机会修行了 投生畜生道的众生 净空法师开示 畜生难 这八难 第二畜生 畜生道中 受苦无穷 仗于 见佛文法 称畜生难 是因为他有业障 他没有办法 见佛文法 八难 是指在世不遇佛 不能见闻佛法的 八种障碍 堕落于畜生道的业因 是愚痴 终日 迷惑颠倒 没有智慧 什么都不知道 依寻习性 在野地里 互相攻击 吞食 或是被人类驱使 圈养 就算能遇到佛法 也不能修行 更没有办法诵经 由此可知 能投生为人 是多么稀有珍贵 一定要好好珍惜 把握时间 学佛修行 精进诵经 利益众生 佛家雨云 万般带不走 唯有夜随身 轮回由心造 心若不清净 心性堕落 就容易起祸造业 给自己招来无穷尽的果报 要修行 才能解脱 才能不被恶业牵引 再度轮回到 我们现在 还有机会 能学佛修行 精进诵经 那已经往生的亲人 该怎么办 如同上述有缘人分享 外公王生多年 虽有家族亲卷 为他办法会 请法师 写牌位 但还是在地狱受苦 不是办法会 立牌位没有效果 而是功德力不足 只靠办法会 立牌位 往往都要超度很久 经社 就曾办过一位妈妈 堕胎的英灵 他已为爱子 办法会 立牌位 二十多年 但英灵 却还在干扰 最后请示结果 为还需要再念诵 金刚经 药诗经 地藏经 各十二部 才可以让爱子 真正得度 若要真正的超度 往生亲人 让他们能早日离苦得乐 甚至投胎到佛化家庭修行 最好 还是请示佛菩萨 超度所需的功德 诵经 专案回向 才是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法 阿伯的话 现场开始 精华节路 在地府受行 不是只有看本事 还要看过去式的修为 若过去式 有犯法条 而在本事投胎前 尚有未完成的刑期 本事往生后 就要回到地府受行 现在有机会 可以诵经 超度亲人 就不要再哭了 把要哭的时间 与经历拿来诵经 对亲人 才是最有利的 超度往生的亲人 是佛化家庭 让他有机缘 可以修习佛法 进而提升心性 如此 才有机会 能脱离轮回 在法会 超度祖先 功德虽大 但待超度的众生更多 所以每位众生 分道的功德力有限 若与超度祖先 可到经社请示佛菩萨 超度自家历代祖先 所需的福德资粮 再将这些资粮 全数 以专案回向给祖先 这样所做的超度资粮 才会足够 祖先 才能早日离苦 普贤景仲计 世日已过 命亦随简 如少雨水 思有何乐 当琴精进 如旧投燃 但念无常 甚无放逸 人生苦短 时日无多 高僧大德们 也一再地警示众生 无常迅速 生死世大 不要以为自己 还有很多青春 可以挥霍 还有很多时间 可以浪费 要知道 国土微粹 人事无常 人命 坐在呼吸之间 要把握 有限的光音 精进努力 别等到无常 意外降临 才来后悔莫及 拿摩本师 释迦牟尼佛 牟尼经事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 修行法门 借由实际解决 众生累结 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 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从婚姻 家庭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 看到没医生 有神 问到没神 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设议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 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 271号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